这个舌头怎么补,都是越补越虚,到最后都是海中捞月 这个舌头怎么补,都是越补越虚,到最后海中捞月 来看看 舌头中间有裂纹,舌台又厚腻的很 两边还骨胀的特别厉害 甘玉脾虚,湿气也重 现在啥情况呢,平时也都吃不进去饭 稍微吃两口就打嗝,老是感觉想吐酸水 消化也不良,肚子胀还动不动就拉肚子 干啥也没有精神,情绪也不稳定 还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 并且这个舌台还厚腻 证明湿气已经在身体里边呆得比较长了 很容易生湿生痰,要是放任不管会越来越严重 像是咳嗽,喉咙老是觉得有痰 头晕头痛,口干等问题也会出现 再者来说,这肝气郁结了 身体里边这个气机运行也会受阻 实际这么重的情况下 再怎么补也都是没用的 还会越补越虚 正确的调理思路就是先梳干健脾 然后去话谈